台媒报道称 华航14日在公司内部网站上公布新货机的涂装样貌 将代表货机的英文卡构中的字母C暗藏了一个台湾岛的地图形状 报道称 由于12月16日将是华航的61周年庆 华航内部也会举办庆生活动 也规划新机亮相 展示新涂装 三立新闻网还援引华航董事长谢时谦的话表示 华航订购的6架777F货机规划在2020-2023年完成交机 首架777F货机已在12月1日抵台 2021年1月底前将再交付两架 对此有党内网友讽刺称是自嗨 鬼鬼祟祟 还有网友批评 正事不做 整天搞三搞四 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只会做偷鸡摸狗的事 今年稍早前 台湾地区向欧洲捐赠口罩时 由于华航英文名China Airlines中有China 引发民进党当局不满 要求华航检讨涂装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4月14日受访时宣称 华航运送物资时 全世界感谢台湾 但因为华航机身上标有China 让很多国家民众误以为是中国大陆送的口罩 苏贞昌还说 台湾吃这种亏很多 11月26日 有航空迷拍到了华航修改后的涂装 不仅将英文名China Airlines移到机尾 字体也同步缩小 对此 岛内网友批评称多此一举 可耻又可悲 浪费钱 一直以来 岛内绿营打着提高所谓台湾辨识度的名义 小动作不断 华航名称和台湾的旅行证件是他们的眼中钉 针对党内一些台独政党和团体不断鼓噪所谓证明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党内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 历令致婚 借机声势 大肆鼓噪并加紧推动一系列谋独活动 企图把两岸关系推向危险边缘 把台湾同胞推向灾难深渊 我们正搞这些台独分子必须悬崖勒马 胆敢以身是法 必遭严惩